哈囉大家好我是RT 沒有各位就沒有現在的RT頻道 更沒有帶各位瘋狂飆測的老司機蛋撕 那麼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正題 首先第一部就是咱們慘遭QP動畫化的 秘密之濃吉 故事講述女主角突然出現在男主家裡 一言不合就要強暴她出門 咱們男主肯定是各種插嘴的說 誰特地能要跟你出去啊 說不知女主角卻說了 什麼不可以插嘴哦 就這樣應聲便把男主包場帶出 結果只是帶他回老家送差 是的真的是帶回家幹活 然而像這種跟誰有關的勞動 最後肯定會演變成噴的兩人到處都是 而且最不可思議的就是 這個世界的日本人都絕對會忘記穿內衣 殊不知這一切都在妹子的計算之中 這人根本就是李番界的諸葛春夫 早就算計好要勾引正男的 接下來就是失傳絕學龍爪手與蛇顫蓮花的主場了 結果這場武林絕學的切磋也都在妹子的算計之中 剛打完就跟男主角逼婚 還說整片田以後都是膩的優 若是驚於算計之人應該是深處了年代 而這部作品其實是多個小故事組成的 下一個故事則是電影研究社的妹子 整天偷用社辦記錄下自己神功蓋絲的物靈秘籍 結果卻在那一天被學長給撞欠 只好用失傳已久的七桑拳一拳咒死學長 結果沒一拳咒死他反而讓他的以天劍給出竅了 就這樣學長假借幫妹子記錄武功秘籍 試著行雙人修煉玉女心經之時 就像當年的楊過與小龍女一樣 甚至就連有人突然出現打漏練功的戲碼都有 幸好兩人及時收力 還沒有導致練功練到一半 軸火入魔 但是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軸火入魔了 而這部的內容基本上可圈可點 妹子也是大的非常適合膚淺的我 然而作為一部QP製作的動畫 那個畫面是破的可以 大夥還是去看漫畫吧 再來就是本月的大作欠災難一二集 由誓中許久的Untaking News製作 基本上是現今筆尖兔子走路的公司 原作更是傳說中的五田紅框 監督還是他們的雷火箭大大 根本強到飛天 故事講述作為棒球社最強扛棒經理的七位 因為胸前的阻力實在太大 只好放棄游泳 跑來當棒球隊的經理 還在這裡看上了一個年輕小伙子 更為了讓他能夠在棒球隊裡平步清雲 只好接受教練的各種合理的要求 是的 你想像得到的那些要求 在這個世界裡都是合理的要求 接下來肯定又是各種在棒球社裡打籃球的戲碼 是的 咱們棒球教練不打棒球 就愛打籃球 不管是在辦公室裡打在室外 也打在棒球場上 更是打得 更別說洗手台這種一線之隔的地方 就是最好訓練籃球身法的所在 練完了還可以洗洗手喝喝水什麼的 實在是太方便了 就這樣可想而知的 經理早就已經是教練的籃球形狀 殊不知第二級教練更是變本加厲 使出了特殊訓練法 讓經理假扮成奇怪的啦啦隊員 幫所有棒球隊員提升他們打籃球的功力 使得這個棒球隊不練棒球 至練籃球 最後可想而知的 經理被調教成了籃球巨星 整日幫教練訓練棒球選手們 最精湛的籃球技法 大家都是被棒球耽誤的籃球選手啊 而一開始那個什麼心上人的 也早就被分手不知道拋到哪裡去了 唯一沒練到籃球技法的 也就只有他 根本窺爛 本作的戰鬥場面與劇情可說是相當的精彩 那男主角連碰都沒碰過 應該就不算NTR了吧 但是對NTR無法的成哥們 我們還是抓好我吧 繼續往下一站前進 聖奴隸學員2前篇 由PC件改編而來 還是那個該死的QB公司 Media Bank 以更高一點的 高貝爾等級製作的動畫 故事講述在男同學極少的學校裡 居然會有及時男同學的事情發生 最後慘遭男同學們反撲的故事 而這個監督 Murakami Teruaki 被他經手過的作品真的是 每部畫面都一熬到我吐了一整桶呕吐物 真的我是不知道司機到底看了什麼 像之前的裝潢盛機也是經過他的手臂 更別說那個畫風跟原作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你說這兩位是同一個人嗎 各位還是去玩遊戲吧 基本上還是慘遭動畫畫 作品質只比QB好一丁天 畢竟是公司的同事嘛 然後又是他同事的QB製作 Sakuba 第四話 這一集終於輪到最初的大魔王魅魔上場 那個精彩程度 真的不是前兩位小妹妹所能比擬的 但是不幸的她是QB製作 大夥可以看漫畫搭配動畫的聲音實用 應該會有不錯的效果 再來是Poro製作的 Gongkomen 故事講述一位喪心病狂的上班族 各種在江湖追殺路裡找妹子 並將他們帶到飯店裡切磋武衣 而且是要付費的那種切磋武衣 想不到這年頭還有如此醉心於武學鑽研之人 不及花費大把金錢都要研究失傳已久的武林絕學 再來看看這排都長得一樣的Poro臉 不愧是量產行公司所制的人造人類 難得搞不好還長得比較右個性一點 結果最後還是被喪心病狂的上班族 在這一排都長得一樣的臉裡面找到了自己的侄女 還點了他一起出來切磋武林絕學 這要是我肯定認不出來 後來一見面才知道都是班上的同學帶壞的他 於是各種嚴厲的縮腳後 該辦的正式 咱們還是要辦一下 叔叔我已經研究出了一種武林絕學 可以讓該套的地方變得更大更堅挺的 尖尖碰碰錢 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了 最重要的是這次付的錢 還可以當作給子女的零用錢 從未見過如此 喪心病狂之人 後來為了拯救子女於水深火熱之中 喪心病狂的上班族這次打算狠狠地教訓那個 教壞他子女的同學 便把他給點了出來 打算好好的教他怎麼做人 殊不知這同學也是相當的心機 居然早就準備好人來場仙人跳 結果喪心病狂的上班族 早就預料到了你的預料 事先就跟子女換了房號 就這麼狠狠地教訓這位同學 何謂做人的道理 故事劇情還算有點趣味 就是量產型工廠的人色看得是相當的膩 接下來是粉紅鳳梨的高領家的二輪花 又是一個弟弟跟兩個姐姐瘋狂練球的故事 像我這種對玉姐類完全沒有免疫能力的人 肯定是相當喜歡這部作品 縱使她的作畫品質普通 但並不影響她的有趣程度 而且她的片長長達28分鐘 真的是愛怎麼用就怎麼用 下一部還是粉紅鳳梨出品的 Kimiwa Yasashi 又一部以NTR為主題的作品 無法的人可以先獨雅自己 故事講述又一對同小一起長大的無緣姐弟 後來這個弟弟卻因為編劇叫她暈車 她就暈車暈到無法自拔 這樣我們才可以上演小時候的孩子王NTR大戲 不得不說這部作品的女主人設 相當合我的胃口 是的 那個籃球真的是大的驚人 不好意思 本司機就是這麼的膚淺 又是姐姐又很大的 很合我的胃口 說畫品質雖然不怎麼樣 但還不錯用 再來是林木製作的便利店少女力第二話 就是一部便利店老闆整天教育 那些偷東西的壞女孩的故事 真的是讓這一代的私學少女們越來越少 整個學區的成績是欣欣向榮 蒸蒸日上 那個升學率是高到破表 搞得其他學區的妹子們都考不到學校可以讀 反而增加了不少私學少女 當然這些都是我瞎掰的 這次偷借宅是一名OL 想不到咱們店長的教育聖手 已經升到了社會人士這來 教育OL什麼的也只是拓手可得拓面自甘 食人剔拓焦力聚拓 上拓下拓愛怎麼拓就怎麼拓 拓到最後OL都被解雇了 只好來給咱們的店長樣 這樣的伸展他也是相當搞笑 這部還是看看劇情小小就好 然後又是Polo他同事NEWRU製作的 Chicena Lei 故事講出他爹的畫面一直跳來跳去 還出現三個人一直跟男主角打籃球 根本完全看不懂道理在演三小 又看到這套藍色的制服 我還以為又回到了咱們店長的世界了呢 說不知都是因為這已經是系列作裡的第三話 千良話更是遠在2020年4月上市的作品 早就被人忘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前面一堆劇情跳來跳去的都是前情提要 故事基本上就是藍毛是黑毛的女兒 男主整天在家跟女朋友打球磨練 肯定會吵到住在隔壁的母娘洞 最後男主捨棄原本的訓練隊友 聘請那位黑毛媽媽來當他籃球技術上的顧問 後來又整天背著黑毛跟他的女兒一起練習籃球技法 我就想說背著一個人還跟別人練球 那個成效一定是兩倍對吧 到這邊第三話都是在幫大火回顧前兩話的劇情 又快又跳沒往回看真的是完全看不懂 從沒看過這麼爛的前情提要 最後果不其然的男主角直接被輪流操練到噴出了幾十兩鮮血 就當我以為他是了的時候 後面的聘尾預告男主角又出現了 真的是非常奇葩的傻狗血劇情 基本上到最後我還是看不懂他到底在演三小 不得不說這個監督也是個奇葩 敘述手法相當的跳躍非常影響觀影效果 這不真的不太行啊